他主要好像是說 那組隊好像成立太久 反正就是有一些 討厭的就是很討厭 突然卡到嗎? 喜歡的就覺得普通啦 還是什麼 我當時在40戰我... 我當時在40戰是一個腦B的死靈 你有卡過40戰喔 我只有卡過那個80還是什麼的 喔我40戰打超久 你知道我之前玩40戰玩到全身加10級 然後法杖加18這樣子 喔好誇張喔 我之前只有在那個草原之鋒玩過那個40戰 然後我玩那個判定10戰 我就沒有在玩那個40戰 我之前有玩地獄史玩... 80那時候 結果後來他是經驗就是... 可是他夾很多吧 然後就... 就隨便那種... 他就等級就過了 然後我才升上 哇我玩地獄史也玩了... 玩到現在了 我真厲害 像冰小孩那個他們是說... 冰小孩其實有男朋友啊 可是他還是跟那個... 潘小孩在一起啊 啊潘小孩事實上有沒有女朋友誰知道啊 結果後來他們就看著有一腿啊 然後就又搞那個什麼... 兔兔第三者介入 啊冰小孩這邊有沒有第三者介入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而且... 誰知道... 但是大家... 但是大家的立場都不同 然後... 對啊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他們都說那個... 賣賬號 也不一定真的賣啊 不一定是... 同樣人在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賣... 這個也很難說啊 對啊 他們立場都不同 就各說各話 永遠說不完 我都不會想去探討這種問題 這種奇怪的事情 我超... 因為... 我記得我老師跟我講過 我記得啦 就是要說... 你找到事情的源頭就好處理了 可是你剛剛不是在... 這樣是... 然後現在你就講到那個... 低調瓦解的源頭 對啊 然後你就忘記... 因為他不給我 你可以一直跟他要 他不給我 你可以跟他一直要 我... 我記得我好像... 有看過他 所以我現在對他不稀奇 我現在最稀奇的是小雨跟果凍 和蜜堂 你去鬼王他家應該就看得到吧 鬼王 蜜堂不是說他有去過那個鬼王他家嗎 他去那家幹嘛 他去到家幹嘛 他去那家幹嘛 好像一起去吃飯還是準備好 他又幹嘛啊 上上下下嗎 之類的 我不清楚 他們兩個都是男的喔 喔 我都是鬼王他整個嗎 蛤?? 真的假的 真的啦 鬼王他好像... 40幾喔 他是... 鬼... 等一下 鬼王 鬼王 是果凍的爸爸 真的假的 你的消息也太落後了吧 可是我聽 果凍說什麼 不是 我不知道 我就聽果凍說他只是認他乾爸而已 就只是遊戲上面的爸爸而已 我是怎樣平常講 我沒有那麼深入了解 你看 不知道那個果凍是他女兒這樣子 因為他是認他乾爸 之前他們也說 圍蘭是那個鬼王的女兒 圍蘭 對啊 就是現在線上這個圍蘭 算我對他女兒沒氣去 他女兒就是佩蒂 佩蒂到底是什麼 你也解釋一下 這超好用的 假如說你在騎車你遇到那些小屁孩 他嗆你的時候你就這樣啊 佩蒂 他也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也沒有侮辱到他 我就這樣 混過去帶過去 你看像那個鬼瘋喔 那鬼瘋上次也是秘我 我個人就跟你們講啊 秘我說什麼 哇你們熟了不敢進一百戰啊 怎樣怎樣的 我說 我如果跟他講說 因為你們佩蒂太多了 他也聽不懂 超好用的 這樣感覺有點像那個 和雞同鴨講的 對啊 因為跟他們這種 這種人講話 認真跟他們講話 永遠講不完 如果裝風賣傻的話 就 帶過去了 他們也不會問你說 佩蒂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超好用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佩蒂是什麼 有一次在洗澡的時候發明出來 哼 那個羽羊他為什麼會想要退水城 喔因為 當初 是羽羊跟我講說 而且 我覺得清風軍真的要為這事情 負責任 反正現在講也沒有用 我是當時覺得說 清風軍有點過分 現在想起來我覺得無所謂 就是當時 我不是PO照片在Line前說 有水城的會員跟我講說 水城的不跟不想跟朽夢同盟了 然後他想去跟第七的同盟 然後會長還叫水城的會員 隱瞞著不要告訴朽夢 他羽羊跟我是認識的 羽羊水城的 然後羽羊就跑來跟我講 然後我就 把那個照片PO給大家看 我把它名字弄掉跟大家講 結果 後來 因為那個Line群裡面有 有水城嘛 就是小羔羊 然後他就小羔羊去跟 我聽說是 那個水 那個水 叫奈何 然後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然後後來 後來小羔 就是有水城的那一天把 這件事情 就跟 清風軍講說 熊夢的已經知道說 那個 熊夢也一定知道說水城不想跟熊夢同盟 大家當時就以為說 喔你們不跟我們講醫生然後還要小會員隱瞞 對啊 而且 都要隱瞞有什麼意義反正到最後他們也是會開打 除非他們是想偷偷的 偷偷的那個 可是這樣也不可能啦 變得太明顯 他是想要隱瞞那個 就是 比如說他隱瞞情報啊 然後就 出其不意的 然後把那個熊夢攻打下來 然後自己去佔領這個有什麼東西 像是羽羊 羽羊很多人 水城的會員就說 欸為什麼要去跟第七的那個 同盟 當時清風軍跟他們說 喔就因為他們為了利益啊 那不想跟熊夢 而且他們說什麼他們本來就看熊夢 不是很高興 我又心裡覺得說那你跟熊夢不好 那你跟我們看 又又又要跟我們要守護權 這樣是有點 不要臉真的 然後當時就他們就 很多會說 然後又是要守護權 那個我覺得應該是 處於那個利益關係 對啊 他想要分這一塊肉絲 像清風軍打的那一篇 我原本很想回嘴 可是我又打了一篇道歉文 因為我覺得跟他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跟這種人講 他永遠扯不完 真的 我覺得他有另外一個 他們永遠他們 嗯 怎麼樣可能 就是比如說他 那時候就是 和平 就是那時候低調 他有一陣子都用打的 打打殺殺 然後水城他那時候不是 一個屁都不可 然後就事後 那個 低調瓦解 他就放了歐巴 就說那個什麼 他們也要守護權 什麼的 就是跟那個 就是熊夢高等在處理事情那些人講 反正也不是跟我講 然後就是 講一講以後 結果後來水城就是 他那時候就是 以和平的姿態 然後處在這個赤膚器裡面 然後也有可能他那陣子就是在 儲備他的兵力 就是比如說 儲備一些人力 有可能啊 對啊 然後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 這個時候 他就隱瞞那個 情報 然後就想把熊夢攻打下來 因為熊夢之前就是酷樂的出去談判啊 就是說 那個領地啊 什麼東西要怎麼分啊 怎樣的